说完它之后 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CS提供的一个信息收集的功能 这个信息收集 这个功能其实 怎么说 没啥意思 没啥意思 信息收集的功能 怎么感觉这个 信息收集收莫 它这个信息收集 是创建一个钓鱼链接的 钓鱼链接的 而且这个钓鱼链接 生成之后 收集的信息其实很有限 所以说麻烦 麻烦半天吧 还收集不了什么信息 简单看一看吧 好了解一下即可 这个了解一下即可 没什么意思 这是咱们的客户单 然后打开 这个地方有个信息收集 钓鱼攻击 这个地方有个信息收集 点击一下这个信息 收集功能 然后这个信息收集 它是怎么来玩的呢 它是这样的 你在 你在你自己的CS 客户单这边 你可以去生成一个链接 这个链接还可以 可以指向一个跳转链接 比如指向一个3w 我这样吧 一边在这写里边说吧 跳转网址 FGTP S8号刚刚3w.百度 有个跳转链接地址 这意思是什么呢 当用户访问这个网址的时候 自动跳转到这个网址上 好吧 前面的根路径就是 他访问这个FG当口号即可 当他访问这个FG当口号的时候 直接就跳转到这个网址 在这个过程期间之内 把用户的这个浏览机信息啊 系统信息啊 就给他收集到了 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Java的一个信息手机工具 他自己内嵌的 然后点击开 看到点击开始 好 访问这个网址看到 我现在点击OK了 这就是我们生成的网址 好吧 然后点击OK 然后这个网址啊 它是干什么的 你就可以到处去发 到处去发 比如发到各种网站上去 发到各种评论上去 然后别人只要点击了这个地址 然后他他跳转到的是百度 他看到的好像是百度 但实际上他的信息 就被人收集走了 行吧 就这个意思啊 比如说你看看 我自己当前物理书记 然后在这访问一下 韩众威在这里访问 你看是不是自从跳到百度来了 对不对 但是我的信息 就已经被收集走了 在哪看 在这个地方 在呃 我看在哪看 在背坑吧 应用信息 这呢 在这个地方 试图这个地方有应用信息 点击应用信息 你看这个地方了吗 这就是我收集的应用信息 我先把这些东西全给它清掉 我先全清掉 咱们再来一次 这里面现在目前什么也没有 是不是 我在这再访问一次 看到我访问的这个地址 是不是我们的钓鱼连接地址 当他一访问 哎 哦 他觉得哦 好像是百度 是吧 但实际上你看 你的信息是不是就被CS拿走了 被拿走了 然后这里面你看 你的可入面浏览器 版本是什么 然后你的windows版本是什么 就收集这点信息 而不是整半天 收集的信息就这么这么 非常有限 其实他干的事情是什么 他是这么玩的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说 刚才我们给的网址 是不是这样一个网址 其实他是这么玩的 你的CS 这是你CS服务单的网址 看到吗 CS服务单网址 比如这是你的CS服务单 然后你生成这个网址链接的时候 你之前干了些什么事情啊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通过这个网址 是不是 然后写了个指定了一个 那个什么 http s s毛号刚刚3w.百度.4m 对不对 只要给他有个挑战地址 那么你先访问的 是不是我这个服务器啊 对吧 你先访问的是我这个服务器吧 没错吧 你访问我这个服务器 你这里面肯定是什么 请求当中 是不是携带着你自己的各种信息啊 请求信息 我的服务端就将请求信息啊 里面的 比如说系统相关信息啊 什么 这个浏览器版本啊 可能我们的信息啊 都给你拿下来 在这保存了一下 好吧 然后呢 就自动帮你干什么 给你发了个响应 让你自动跳转 跳转到这来 让浏览器自动就跳转到这来了 就是有个中转的过程 没有吧 你就可以干什么啊 比如说你到公司去做这种 这个 你到公司给大家做这个安全类培训的时候 安全 到某些公司啊 给他们讲这种安全培训的时候 安全培训其实也是你们 你将来做安全的一个工作之一 就是给公司啊 各个部门去做这种安全意识的培训 安全工具的使用 安全漏洞的这个原理讲解 你要你是有可能给他们做培训的 那在培训之前 其实你就可以干一个事情 比如你创建这样一个链接 你把这个链接地址啊 发给你们公司所有人 你就看一看 谁会点这个链接 对不对 你就看一下谁会点这个链接 你他得点链接 他基本信息是就被你手机走了 那他的安全防范 一直就非常的差 没有意思吗 你就可以说他 你这安全意识太差了 乱七八分链接你就随便点 这样不行的 你看你们的信息被我拿过来了 对不对 是吧 你看因为物标主机的IP地址也在这了 你看是不是 这是不是我物理机的IP地址 你看是不是就要令我 那这样的话你就知道是哪个主机 点了这个链接过来了 这就是一个小的简单的小钓鱼 好吧 这就是信息收集做的事情了 非常简单 我停一下 大回东旖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